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十大最佳旅行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十墙里头是有东盟国家 那这个唯一一个入选的东盟国家呢 就是我们的邻国印尼在十墙里头排名第七 孤独星球队印尼的介绍就是 这片辽阔的国土非常的丰富多彩 从苏门达拉观赏红毛猩猩的全新生态度假村 到巴布亚的传统部落 形形色色的景观呢是不可胜数的 而且印尼还有17000多座的岛屿 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文化 美食跟宗教的群岛大杂会 让游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体验 虽然说印尼呢是处于环太平洋的火山地带 每一年都不时会发生地震跟海啸 但是大部分的地区对游客来说 还是十分安全的 那最近几年印尼也已经开始 为169个国家跟地区推出免签证的政策 当然也包括了我国 那孤独星球呢最后给出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印尼的话呢 可以开始计划一下了 而其他入选2019年10大最佳旅行国家的 依序就包括了斯里兰卡 德国 非洲国家 金巴布韦 巴拿马 中亚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以及约旦等等 那说到旅游 其中一个马来西亚人最爱去的地方呢 就是台湾 很多人去到当地一定会去 野柳地之公园去一睹 女王头岩石的风采 这两年呢已经累积超过200万名的游客 但是呢 女王头的这个警围 因为逐年风化已经从30年前的220cm 2015年的时候呢 已经大幅度减少到了125cm 所以台湾当局现在就计划要建立一个 复刻版的女王头 暂时分散一下拍照的人流 让当局可以对真正的女王头进行修复还有管理工作 那据说呢 现在在园区内已经有一个很类似的岩石 他跟原版的女王头是有高达70%的相似度哦 那除了台湾 马来西亚人最爱去的旅游地方呢 一定就是非常靠近我们的泰国 如果说你明年初是打算要去泰国的话呢 就要多留意了 因为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已经确定 明年的2月24号 泰国会举行全国大选 泰国军政府前天已经宣布解除政治活动禁令 那昨天呢已经确定了这一场2011年之后第一场大选的日期 来回顾一下泰国这几年的政治变动 现任首相巴欲呢是在2014年率领军方发动政变 推翻民选的迎拉政府上台举政 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呢 军政府一上任就下令禁止所有的集会跟政党活动 而当时他们也保证18个月内会举行大选回归民选政府 但是之后呢就一拖再拖 尤其是以顾泰王普密鹏前年10月驾崩 全国就进入了一年的哀悼期 让这个大选呢也是再次的延后 当地也引发了一连串的抗议示威 无论如何现在呢泰国当局就已经发布了声明 证实泰国大选将会在2019年2月24号举行 接着我们来关注各报的重点新闻 新报The Star 随着沙巴巫统领袖退党 倾向西蒙政府之后 西蒙有可能在国会拥有三分二优势 分析指出这种情况下 西蒙的体制改革之路将没有阻力 但国会却将出现很弱的在野党 新州日报 沙巴巫统14名国州议员和两名上议员等等领袖集体退党 并倾西蒙政府 也就是说沙巴巫统接近瓦解 中国报 国内三位人物齐齐被提控 针对篡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案件 前首相纳吉被控滥权罪名 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干达 则被控串谋修改报告 至于联邦直辖区前部长东顾安南 涉嫌收取地产商200万令吉案件 重新提控上庭 南洋商报 国内95%大专生踏入职场时 大财小用 有高学历却被迫屈就于低技能工作 另外有50%社会新鲜人 从事熟练度偏低的工作 光明日报 前首相纳吉和一马公司 Y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干达 被控篡改YMDB稽查报告 两人否认有罪 保释金高达50万令吉 不得分析缴付 光华日报 沙巴14名巫统国州议员 宣布退党成为独立议员 当中包括5名国会议员 这意味着巫统只剩下43名国会议员 988早点online 今天为你跟进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是辛蕊 我们明天再聊